今天我们是找了很多我们节目的观众里头有很多这种亲调啊 或者是我们的朋友啊 就是他们打电话来 他们的的确确有一个问题 咱们再接一位菜脚进来 喂 孙小姐吗 对 你好 我是洪旷 欢迎那个连线到我们亮话节目啊 我这个和孙文刚老师坐着这儿 然后我们这期谈呢都是 不好意思是叫菜鸟 那就是刚刚到一个工作单位的这些小同事们 那么听说你呢 有点这些方面的感触 而且有点问题是不是 对对对 是这样 就是我刚刚到这个部门吧 有不到三个月 还是处于那个实习阶段嘛 然后我们部门有两个 有两个领导 一个政务领导 一个副领导 他们有不同的分工 然后目前安排我的工作呢 那个主要就是向那个副领导汇报 但是现在他们两个人之间有矛盾 就像前两天的时候 政领导安排给我一项工作 然后我做完之后 按照正规的流程 是应该请副领导进行审批的 但是因为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 就把我给加载在当中了 然后副领导就不管我的事 然后也不给我审批 就搞得我很困惑 就像这种类似的加班期就经常受 这可是有点问题 你都特别好 真的 你先祝贺你 你看你是刚刚参加工作吗 对 快三个月了 属于菜色特别清的那种 你是纯清的是吧 对 纯的 那我得也特别的祝贺你 真的 你要待上六个月 在这种环境里头 你就可以熬白菜了 你知道为什么 你看刚刚第一份工作 刚刚到一个单位 这个部门两个头 然后这两个头对他还都挺重视 注意到没有 一般你看我们一般 咱要是真的纯清 纯清刚刚进第一个公司的时候 一般这个你单位这个 你一部门一个头一正一副 这算正常的 有的还有一正好几副呢 那你一般咱们都归一个人管 对吧 归一个管 那就谁管咱们 谁就搭理咱们 那咱们就向谁汇报 像你这个呢 你这个直接这个副头呢 管你 对吧 那你自然要 人家安排什么 你自然要给做 是不是 对 可是你看那个正头 按说它并不直接管你 它还会给你安排工作 说明什么 想过没有 没有 说明这个正头 对你有点印象不错 是吗 觉得你这孩子还挺能干的 所以先得祝贺你一下 至于你说的那个问题 加把气 我跟你说 那个属于常态 常态都这样 菜鸟有个特点 因为刚进一个单位 通常都得被折磨一下 但怎么做 这事其实也蛮简单的 我说你这么做的 对 对 对